小二上茶 今天给大家揭秘一款存活时间长达22年的游戏 今天的揭秘和往常不一样 因为他们的过程和努力让我历历在目 在2004年传越火线给游戏界带来了一股热潮 当时还在上小学的我却爱不释手 每次放学都会挤爆满的房间 在2014年人气下滑 是因为腾讯在2011年推出了一款 名叫英雄联盟的游戏 在短短两年的时间 迅速爆火 可以说最火的时候 整个网吧都在玩 从而绕穿越火线的玩家 转移到英雄联盟 可在2018年 绝地求生又成为了游戏界的代表 众多玩家又转移到十几周 从这些现象中 表明了玩家对游戏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也表明了我们玩家就是事多 你能拿我们咋的 你敢课经 我敢退游 这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可有一款游戏 竟悄悄存活22年 你们可能不曾听说 但听完我的解说 你一定会爱上我 爱到无法自拔 爱到奇上巴下 爱到和我网恋 那么他就是 古墓丽莹 游戏背景主人公 是一名捞拉小姐姐 当时只有18岁 就续成了科劳夫家族的遗产 从那时起 他就与世界重大考古紧密相连 在1996年 他的游戏画质 有种方块拼起来的感觉 在1999年 关卡效果有了很大的提升 但画风依旧未变 但在2006年 竞赠了多种动作 就连姿势也变得不再那么僵硬 并且还看到了弹道 人物也从方块形状 变成了人物模型 随着游戏的不断更新 在2016年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无论是人物 还是动作 又或者是灯光 都表现得栩栩如生 又过去了两年的时间 正是2018年 却呈现出了3D的感觉 其中包括 物理引擎 粒子光效 就连手指和一些细微的表情 都得到了玩家的一致好评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经历了22年 而主人公 老拉小姐姐 已经是40岁的老阿姨了 发明这款游戏的工程师 可能换了一批又一批 他们不仅仅给我们带来了回忆 还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毅力 直到如今 无人可比 并不是他们的游戏 无人可比 是他们的毅力和不断创新 更称得上 无人可比 这期视频是告诉你们 无论做什么事情 只要坚持 就有结果 哪怕不是你们想要的结果 回想起你努力的样子 我都觉得你是个 真野